哈喽 早上好 今天是一期眼妆视频 脸准备好了 眼睛准备好了 手也准备好了 可能我平时不太画眼妆 所以你们都觉得可能我不太会画 今天也不算教程 也不算沉浸式体验 就是陪我一起画个眼妆 可能是眼出 开始前我先给你们讲一下眼不护眼的心意 眼霜我用的是这个优势员的微笑眼霜 我带来身边这个是一二代 我之前第一代车是网上购物买的 它质地是霜 但是涂上去马上就是化成水吸收的 其实我在一年前的时候 当时在剧组的时候 就被化妆老师反应说 为什么就是眼下纹那么深 就以前吧 我可能就是这样子 想着说 我妈妈没有什么皱纹 我可能因为基因我也没有 就不太注意眼部管理 就每天就是除了精华 除了乳液就睡了 这肝皮加上每天的化妆 其实眼部旁边的肌肉就挺脆的 我每天只要一哭一笑 我这就一卡 我当时还在想 是不是到了20岁以上就会有 所以我妈妈跟我说 这个其实是假性的肝 要是保湿过好 但它是会消失的 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就买了眼霜 这个第二袋 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 它每次擦肆都是像这样拉肆 然后就很容易碰到这个不远 第一个外国网友 发了自己一个手托 一个手每次眼上几十年 就完全差别不一样嘛 但它用的就是很普通的 每个眼上我觉得都是个保湿度的 其实看它的科技含量 还有说它的性价比 买它的时候我记得它主打的是抗出脑抗皱的功能 对我们这种20岁出的话 这个就完全够用了 我早晚各一次使用 它的保湿度的话 在我现场带妆一天的情况 它真的是挺强的 因为特别介绍 我们早上出了一种整齐 因为这个是那种感觉不过很一样 就是可以提神的那种 啊 这种出了 好爽啊 要不要这样涂 一定要这样涂 这样这个遮瑕就不会白了 定妆 作为定妆的话是很清透的 因为这种一定的感觉 但是不一定有一种热装感 那这两个做法 现在演播这里加成 刚刚我的美股不是很高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让它视觉上高一点 然后再遇到鼻影 像鼻影这种东西不能强 就整个视觉看得好看 然后出去见人 在阳光下就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小是我们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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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jed Vou蜜蜜蜜蜜一刀 这个颜蜜蜜一贴 från trabajar 我好像是 选吧 我好像是从 nécessaire 一千二半三十个张 Although I do 因为在这里加的这 眼睛是一个最深色 但其实每天去开的话不行 所以也不用画太紧 结果现在就是一只孔雀 一个睫毛定型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我每次上完趟 我至少半天它的睫毛都不会塌下来 而且它身心有一点黑色的眼神 其实涂完之后基本上都不用涂睫毛膏 顺便带到点眉涂 它有点眼神眉的感觉 我用这个水眉笔 这样的眼纹 因为这水眉笔也都特别轻 而且它这个脸直得不会有花妆的 我去看起来妆没有那么厚重 我去压一下眼睛 好了 这个是第一次 第一次出闻妆容分享 要不要分享呢 就是记录 然后我准备出去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